你是一个超级大反派 可你却有七个正派的女帝徒弟 如今他们联手用诸仙剑阵将你抓捕 抽起你的记忆 当作最残酷的审判 可计划面中的你 非但没有害女徒弟 凡为了他甘愿牺牲自我 冲进化龙池救人 龙族组长龙啸 拦在你面前 你一拳挥出 滚开 龙啸居然被震得后退半步 他惊讶不已 要知道 他现在已经是半步圣人径 比你高半级 可你一拳却能将他击退 但有五位圣人径的太上长老 在他身后 你又能拿他怎么样呢 在浩天境外 龙族女帝 龙啸啸露出一丝苦笑 当初他之所以愿意进入化龙池 完全就是对你这个师父的信任 喇叭后面被抽取精血 痛苦万分 他也绝对相信 你肯定事先不知情 可如今看来 你早就知道了龙族的计划 但还是为了帮助公孙雅龙 利用了他 这一下更加坚定心中信念 是你抛弃了他 更辜负了他的信任 可我该 一碰到妖族女帝 龙孙雅柔 看着龙啸啸的模样 入出一抹戏谑的笑容 我愚蠢的好妹妹有 你要是看到 待会儿肖凡为你做的一切 希望你还能保持这么冷血无精 浩天境内 虽然你实力落上半级 可拼命之下 我一家天道经玄奥 竟然越战越勇 逐渐占了上风 眼见的就突破防御 而忽然 整个龙族秘境 就发生了急促的变化 天地震动 像是个巨大的龙如 温度急速上升 整个秘境内 人族被蒸发炼化 化作了秘境的养分 你此时也才真正反应过来 所谓的画龙池 不是眼前这个小水池 而是整个龙族秘境 龙小欣喜不已 我们龙族的光辉前程 要来嘞 可笑不过半秒 他的脸就僵住了 因为画龙池 除了炼化人族以外 还顺带着炼化秘境内 所有龙族 这是什么情况 他联盟质问 无畏太上长老 可长老们只顾着炼化 丝毫没有理会 这一刻 他在恍然大悟 是了 仅凭龙小小 一人身上的真龙血脉 与龙猿 如何能让整个龙族 都蜕变成真龙呢 这些太上长老 明显身为了一己私欲 将削几整个龙族 来为他们打破桎梏 蜕变成真龙 除了龙族族长 他目自欲裂 一直以来 他自认为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龙族复兴 可太上长老 如此蒙蔽他 把他当工具 他疯狂的 攻击着长老们 但人家早有防备 五位圣人精的长老 提前不知好屏障 任凭龙小如何攻击 都无法撼动分毫 而且在这时 整个秘境 发生一阵震颤 龙小大喜 是外界有一股力量 向强行攻入秘境 若他们在里面一起攻击 说不定 能打出一条深路 让残诚的龙族 活着逃出去 这一下 他的阵营和你变为一致 眼下最重要的任务 是先阻止 太上长老们 他对你托付道 他有办法 能暂时打开一个缺口 之后 求你让龙族们 逃出生天 说吧 也化作一条大黑龙 悍然无味的 朝屏障上撞去 轰轰一声 一击过后 他的身体 分崩离析 消失在空中 龙小血迹了自己 而屏障 虽然裂开了一道口子 但却已在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修复 你健壮 毫不犹豫 与冲进缺口中 竟以身作顿 强行阻止屏障收容 可强大的威压 让你口喷鲜血 转眼就快不行了 五位太长长老 疯狂输出力量 加强屏障 你的骨头 都被火车声压碎 趴在地上 可即便这样 你也没想过放弃 一步步 朝着龙小小 所在的化容池内爬去 小小 对不起 是师父错了 不 浩天境外 龙族女帝龙小小的情绪 已经彻底崩溃 不要 师父 小小原谅你了 求你别再过去了 可他很快意识到 浩天境中那个雪人 只是回忆而已 但即便如此 也让他心如刀割 肝肠寸断 痛 太痛了 没想到 师父竟然为他做了这么多 师父这么爱他 可数千年来 他自己究竟做了什么 每天活在对师父的怨恨之中 甚至还联合其他女帝 将师父打肺 关入朱仙剑阵 妖族女帝龙孙雅柔 叹了口气 看着朱仙剑阵内的你 他心中充满怨气 消烦 如今你变成这副样子 不知道我心里有多解气 你不死 实在难消我心头之恨 浩剑阶内 你终于爬到了龙啸啸的身边 你的鲜血 被龙啸啸猛然睁开双眼 再次变了通红 竟然充满了兽性 另一头 龙族的秘境天上 裂开了个大血口 剩下的龙族新存者们 大喜过望 可刚想离开 却看到了 漫山遍野的妖族 带头的几个 更是圣人镜 妖族大圣 他们绝望了 定然是你消烦 勾结妖族 设下这场大灾难 要灭绝龙族 公孙雅柔 根本没搭理这些个龙族 焦急地招呼几位妖圣 表示龙族的太上长老 正在阻地进化 现在 这是剿灭他们的大好时机 他很聪明 并没有说出实情 要是让这些妖圣 知道他只是想救一个 区区人族的性命 就算他是妖族圣语 人家肯定理都不理他 果然 几位妖圣 文言连忙赶到阻地 则几条老龙打了起来 龙族的太上长老们 被迫中断一事 口喷鲜血 反倒是龙笑笑 开始疯狂吸收 化龙石炼花的养分 境界一路突破 眨眼间 就化作了一条白色巨龙 可同时 他也已经失去理智 特地疯狂 公孙雅柔健壮 连忙救出了你 可你死时浑身流血 像是一滩烂泥 妖族圣人的双手在颤抖 他害怕随便一个动作 就可能会让你 再次受到摧残 我这是怎么了 他不禁在心中询问自己 一开始他只是觉得 你能轻松破解换术 很有意思 后来与龙小小 争风吃醋又很有趣 可真的只有这样吗 公孙雅柔此时很迷茫 看到你冰死的样子 他心中仿佛被挣扎了死的 痛 太痛了 另一边 龙小小的实力 达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境界 竟然把五个太上长老 都给吞了 妖神们见状 表示不一再战 必须特退 公孙雅柔也准备带着你走 可以却恳求 要把你送回龙小小身边 安抚他 都什么时候了 还想念你的狗屁徒弟 没看到他彻底失控了吗 可你却还是极为卑微的 向他恳求 雅柔气急 由于再三提出个条件 就你可以 但有个条件 从今以后 你再也不能见他 你果断答应 虽然这违背了 之前对龙小小的承诺 但性命交关 顾不得许多 听到这 公孙雅柔更气了 你还真去送死啊 但他只能幽怨的看了你一眼 萧凡啊萧凡 你可真是我的冤家 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 看你以后怎么报答我 为了不引起妖族大圣的怀疑 他表示 让大家先回妖族 他有办法拦住这条大白龙 个背妖圣还挺感动 若此番 圣女能活下来 他们定然这是圣女 登上妖族之主的宝座 他们走后 龙小小刚要追 你连马把鲜血 倒入龙小小口中 谁知这血刚一进去 龙小小就停住了 公孙雅柔 误瞪口呆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说 曾经你也是这样 以自己为代价 换回龙小小的理智吗 少女心中酸溜溜的 如今看来 他跟龙小小 明珍暗闹这么久 完全是个笑话 不过此时 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 你一边给少女为了血 一边安慰 小小是师父错了 就这样 重复十几次之后 你的脸色变得苍白 已经没血了 浩天精外 龙族女帝泪流不止 师父 不 别再继续了 如此感人肺腹的一幕 无不令人动容 听者伤心 闻者落泪 浩天精内 秘境即将崩塌 你想留下来陪龙小小 可龙小小不同意 扛了你竟想逃走 可龙小小又怎会 让你们轻易离开 张开锯口 就封锁出空间 这绝望的时刻 是真的逃不了了 固然 天道经轻运转 爆发出一股清凉之气 竟然撬动了封印 见状 龙小小紧紧抓着你的手 把你拉了出去 可还是为时已晚 临走前 你被龙小小摇去双腿 直接晕了过去 生死未卜 而令龙小小感觉诡异的是 龙小小竟然没有追击 他深深看了一眼 没想到 那血红的龙屋内 竟然已经蓄满了泪水 正在逐步回复理智 看着被咬去双腿 失去意识的你 龙小小 龙小小 我承认是你赢了 但你别想好过 我会让你永远不知道这一切 永远活在 被肖凡抛弃的痛苦当中 他以神通施展了幻术 在幻想中 事实被改写 你不顾龙小的苦苦哀求 无情抛弃他 最终和龙小小小 龙小小离离开 浩天惊怀 龙族女帝再也绷不住了 特地疯狂 他到底做了什么 不是真的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随即他起起暴涨 地长派向妖族女帝 是你骗了我 是你让我数千年来 活在痛苦中 让我抽吻师父千年 这一下天崩地裂 和这些女帝的战斗不同 龙小小是以命搏命 而龙族和妖族两方强者 也蓄势待发 这让底下的吃瓜小天大佬们 纷纷激动 难道说 今天又要再现 龙妖大战了吗 虚空上 妖室女帝默默注视了一切 本来她作为天庭之主 离阻止 但现在她选择 直接买了 什么龙族妖族 你们打她痛快算了 她现在唯一在意的 就是她夫君的线索 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这场大战必无可避的时候 龙族女帝 忽然一反常态 停下了手 脸上露出一个恍然大悟的笑容 我明白了 我终于明白了 妖女 你就别形形作态了 别说妖族女帝了 其他所有人都懵了 这龙啸小 貌不是彻底崩溃 得了失心疯了 龙拱一脸担忧 但是女帝没了 龙族可就真的没有 父亲的希望了 可龙啸却却表示 妖女 我终于明白 你为什么做下这一切 故意刺激我 你是在嫉妒我 嫉妒师父对我的疼爱 嫉妒师父对我付出的一切 这些都是你不曾 从师父那里得到的 果然 公孙雅柔的脸色 变得越来越难看 没错 当年她为了救你 甚至失去了妖族内 所有的地位和荣誉 甚至丢掉了妖族 圣女的身份 为了帮你恢复身体 她不惜冒着酒死一僧 去采贷神药 是 她一开始 只是好生心作祟 可后来 她为你几乎清净了所有 最后换回来的是什么 是你的冷漠无情 是你的不屑一顾 当年 唯一能让她重拾荣耀的 便是妖帝传承 可万万没想到 最终 与她争夺传承的不是别人 而正是你 小凡 当年 你为了妖帝传承 无情将她一掌打伤 利欲熏心 她恨你 恨你铁石心肠 为什么能对其他徒弟这么好 却唯一都对她这个 付出真心的冷漠无情 她不敢 要让你付出代价 要让你所有的徒弟 都付出代价 被龙小小戳破了真相 公孙雅柔反倒笑了 真相是什么 没人比她更清楚 接下来 世界上 所有人都会看到 你消凡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 无情无义的渣男